今天我们来分享西域的传说《九层妖塔》 那么看过小说《鬼吹灯》和电影《九层妖塔》的人 对于《九层妖塔》其实并不陌生 这个充满诡异又特别恐怖的地方 在现实中是真实存在的 只不过现实中的《九层妖塔》 并没有小说中的那么诡异和恐怖 那么现实中的《九层妖塔》又是什么样子呢 《九层妖塔》是我国在1996年考古时候发现的 《雪卫一号大墓》 它是青海、都兰、吐蕃、古墓群中的 最为壮观的一群墓葬 应该就是土域魂王室 所以墓葬的级别非常的高 坐落在热水乡扎马日村的《雪卫大草原》之上 那么考古编号为《雪卫一号大墓》 整个大墓是由川墓、混凝、夯土为墙、石切为墙 等各种组合而成的 共铺设了九层 这座古墓在藏族人之间流传着不吉利的各种传说 认为是有妖怪的高楼 所以当地的农民就称它为《九层妖塔》 那么《九层妖塔》的创意是来自于三个传说 第一个传说是神侯和罗煞女的结合 就开启了西藏文明史书《西藏王传记》中记载的一个故事 传说有一只雪域高原修行的神侯 那么这只神侯是菩萨的化身 他在河谷的洞中浅修慈悲菩提之心 有一次山中来了一个女魔头 提出要和这个神侯结合 一开始这个神侯是拒绝的 但是女魔就告诉他说 如果你不和我生的话 那我肯定就会和妖魔所结合 那么到时候生出来的肯定就是妖魔 会祸害世人 神侯想了一下女魔说的也对 便和他生了六小猴子 然后这六只小猴子继续的繁衍 也就成了西藏的一个起源 这就是《西藏王统记》中记载的一个传说故事 那么传说之二是1940年代 统治西北的军阀马步方绝对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一个鬼剑仇 那么他的马家军中就有一个摸金校尉发现了这座古墓 就跑去告诉马步方 这下面估计有咱们大军几辈子都吃不完用不完的精英财宝 但是藏民们传说这是一座不吉利的索妖之塔 马步方当然是不忌惮鬼神便顶着他的马家军去掘墓了 掘开了第一层之后 里面的财宝让他们足足的运了三天三夜才运完 揭开第二层以后就发现是大量的动物的海骨 正当他们清理这些遗骸寻找第三层的墓门的时候 军中就开始有士兵开始发狂 就跟盗墓笔记里面一样 就开始发狂乱开枪疯了等等 甚至有人开始自残 所以瞬间军中就充满了各种恐惧和恐慌 当地人就说马家军借口着急说去打仗 突然就全部都撤走了 吓跑了 对甚至很多精英财宝都还没有运完 就留在了墓穴当中 惶恐的藏民则将被掘开的墓穴 又重新的就掩埋了起来 这件事情就慢慢的这么过去了 这是第二个传说 那么第三个传说是西藏镇魔图 小说中九层妖塔是从魔女的肚脐眼上所盖起来的 这个就让我不由的想到了 关于西藏地图的一个传说 传说西藏的地形就是一个魔女图 也就是说一个魔女躺在那个地上 整个西藏就是一个魔女 可以追溯到公元七世纪 文臣公主进藏的那个时代 那么藏文史籍中有不少关于藏王松赞干部 修建十二座镇魔寺 以镇压魔女四肢关节的一个记载 这是有真实记载 那么魔女仰卧图上面的魔女 就仰卧着双脚微躯 那么魔女的右臂上举 手腕下垂 左臂上台 那么手腕弯过头顶 身上就有山有水 就说明西藏的山水都在她那个身上 脉络特别的清晰 全身的各处都修建了 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寺庙 那么魔女呈现 头东脚西的一个侧卧的一个姿势 其心脏就在西藏的政治中心 经济文化的中心 首府拉萨 传说一千三百多年前 文臣公主嫁入藏地的时候 依据中原的八十种五行算观测法 她就来推测和观察 而知道了这个血域西藏的地形 就仿佛是这个 罗煞魔女仰卧的一个地形 一个形态 所以文臣公主占卜之后 就确认要调理拉萨 以及附近的一个风水 才能使得西藏长治久安 于是就先在这个布达拉 红山上就修建了布达拉宫 就镇住了这个女魔的心血要塞 也就是她的心脏的部位 当时大昭寺所在的一片是沼泽地 沼泽的中心是沃唐湖 浸魔女的心脏 依照文臣公主的这个推算 就建造了这个大昭寺 以此来镇住女魔的这个心骨 为了进一步镇住这个女魔 接着就在魏藏的四儒 就修建了镇魔十二四 以镇女魔的四支关系 普称镇压女魔肢体的十二神庙 据说这就是制服女魔的十二支钉子 为了不让它移动 不是有一句话说 救了一命圣造七级浮屠吗 那大部分的那个佛塔只有七成 那为什么学位一号会有九成呢 因为这个答案并不复杂 其实不管是七和九 他们在传说的文化中 都代表的是最大或者是智阳的一个数字 比如说一年之中重阳节被称为是九九重阳 那么天上的心斗就是北斗七星 人有七窍啊 秦玄有七根弦等等 九五至最后 对啊 都代表着是智阳或者是智纯的一个数字 所以是七和九都是很好的一个数字 所以不管是七层妖塔还是九层妖塔 都被泛指为特殊的文化的含义 所以其中的七或者九 并非是实质的数字的表现 那么九层妖塔不管是在易经啊 还是在佛学的文化中都代表的是最大的智阳术 且这种建造风格大多是用来镇压邪魔歪道 所以易经反复其道 七日来复 就是从这里来的 而且这个雪卫一号大漠 是我国1996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首先从卫星图来看 就是都兰县的热水巷啊 古墓群的地理位置 正好是处于啊 齐连山青海湖 大飞川以及柴达墓盆地的中心 那么这样的地理位置啊 暗河金木水火土镇县是属于啊 枕金灯营啊 绝佳的一个风水的位置 那么这个金木水火土的这个新镇啊 正是中国龙脉的一个要派 其次呢 当地的藏民传说 古墓曾经是啊 格萨尔王与这个妖魔激战的地方 激战了三天三夜之后啊 格萨尔王终于将妖魔啊 锁在了一个九层妖塔之中 这之后时不时的就有些大胆的摸金校尉就下去啊 就摸一两个文物上来 正是因为总有这些摸金校尉下去摸文物啊 当地的就总有珍贵的文物去流出 就引起了国家当局的一个注意 于是在1996年就组织了一次啊 文物普查 当地人就带着这些文物工作者就来到了雪卫山的脚下 那些古文物可能是这里流出去的 所以这里的藏民传说就是九层妖塔 是不祥之地嘛 当时的考古队啊 考古专家们就打吃一惊说 昆仑山的山沟里面 居然还隐藏了这么宏伟的一个藏墓群 他比西藏发现的这个松赞干部的那个墓啊 还要宏伟 所以雪卫一号达墓的周围还分布着两百多个大大小小的一个墓穴 于是当局政府就立刻将这里保护了起来 并对这个雪卫一号大墓展开了抢救性的一个考古挖掘 这么宏大的一个墓穴究竟是哪个藏王的墓呢 又为何又埋在了这个青海这个位置呢 而且为何又不见史册的记载呢 难道真的是格萨尔王的这个索妖塔吗 随着这个考古堆土啊 被清理开来 古墓的原形就渐渐的显露了出来 它竟然和这个秦始皇陵墓设计的结构是一模一样 都是三角形 也是层层堆叠的这个土墓形的金字塔 而顺着石墙一层层的往下清理啊 果然它就有九层 看来九层妖塔 传说根本就不虚嘛 雪卫一号大墓的名字为什么那么奇怪 雪卫一号大墓中的这个雪卫啊 是藏语翻译过来的音译的名字 雪卫其实原意就是小鹿 再加上该古墓群坐落于这个柴达墓盆地和雪卫的草场 故而得名 就好比是蒙古语的巴特尔啊 原意就是英雄嘛 所以雪卫这两个字的真实的含义啊 并不古怪 只是藏语音译后而产生的嘛 总而言这就是九层妖塔与真实的雪卫一号大墓啊 在细节上的差别其实并不大 所以这样便添加了遗迹的各种神秘的一个色彩 妖塔是坐北向南呢 是一座东西长55米啊 南北宽37米高33米的一个大墓 正面看就非常像一个金字 因此也有啊 东方金字塔之城 据说考古期间就遇上了一场十多年的一个暴雨 暴雨过后 这个古墓前就出现了五条明显的水痕 据有经验的考古专家一看啊 断定这个水痕下面一定是藏着东西 顺着这些水痕挖下去 果然有五条啊 藏马沟就显现了出来 里面就活埋了87匹啊 战马 根据这些战马的骨骼来断定啊 都是极其珍贵的汉血宝马 这个墓主人既然一次性活祭了87匹汉血宝马 那么说明它非常的高贵啊 接下来的考古工作 就对已经被盗墓者挖掘的第一层而进行了清理 虽然第一层几十年来被盗得非常严重 但是还是从中清理出了私质品供 350件 130件 其中啊 112种又为汉地制造 18种为啊 中亚西亚制造 其中又不乏各种啊 西式真品 比如有一件啊 波罗婆蚊子戟 是目前世界上发现唯一的一件 八世纪的波斯文字景 上面用波罗文字写着 伟大的王中之王 据科学家计算 修这样的墓 大致需要一万人以上 修建一年以上的世界 考古学家就可以断定说 传说中的这个丝绸之路的青海线 是确实存在的 而且青海线的繁荣程度啊 绝不亚于啊 河西走廊和这个草原线 因为雪卫一号大墓中啊 有灵阳公样 足以证明啊 就是都兰是丝绸之都路上 重要的一个中转站 也反映出中原文化与西方文化 在此交汇和聚集 接下来就要对这个 第二层古墓进行清理了 所以目前考古人员发掘的 第二层出土了 大量的陪葬品的物品 比如说陪葬的有这个 马 牛 羊等动物衣 还七百多具 在众多的这个陪葬品当中 有古代的这个皮靴啊 古藏文的各种木片啊 古蒙古族的这个木毒牌啊 彩绘的木片 以及金饰 木炭 木鸟兽 粮食大量的丝绸等等 各种东西 为什么他要放那么多动物在里面啊 因为我认为西藏那边 就是象征自己有钱有地位 这些动物啊 都是他们的财富 在草原那个上面 有这些动物就相当于非常有钱 象征地位 所以由此看来啊 就是之前那个马步方的传说 也不全是假的 对不对 因为他也说到了第二层 就是全是动物的遗憾 这在当时就孕育出了 许多传说与流言 很多当地的藏民就认为 这些动物的尸骨啊 是本所未闻的 便认为这些尸体都是妖邪之物 而且他们认定啊 这座木葬啊 是用来镇压这些妖物的 于是万万不能破坏 据说挖掘的过程中 就是各种各样的诡异事件 开始发生了起来 当地人由于害怕 对这个妖塔的各种考古 会给他们带来各种不祥之兆 所以就和当地的那些考古宣言 发起了这个骚乱 以试图阻止考古工作继续进行 最后呢 官方就不得不宣布 考虑到这个民族情绪 和文物保护的困难 考古工作清理出来被盗的物品 第一层第二层之后 就阶段性的停止 并且就将古墓又复原了 所以雪卫一号目前是国家 发现的最大的这个墓穴 在现在考古学家们 仅仅只打开了这个墓穴的两层嘛 所以目前为止 大家都还不能确定 这个墓穴的主人到底是谁 而最为诡异的是 在这个200多公里的地方 居然分布着200多个墓穴 这种丧葬文化前所未有 并且里面根本就没有一个人 那为什么弄了那么多墓穴 对啊 想想看几百个墓穴空空荡荡 是为谁准备的 那么这个让人抓破头皮的问题 都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考古学家 但是挖到第二层居然又不挖了 这次考古啊 必须有一个历史答案 最终就判定了 墓的主人的身份 还向东北方的第三层墓门 专家就断定这个墓葬 应该就是土晕魂的国王的墓葬 那么土晕魂是谁 土晕魂则是历史上 自东晋到唐朝啊 350年间 统治清藏西域一带的 强大的一个帝国 那么这座墓葬 似乎就给了我们 讲述了一个 宏伟的历史的故事 西晋的时候 鲜卑慕容部啊 终于扬眉吐气 占据了汉人的 辽和燕云之地 那么他们手里啊 就有两个儿子 树长子啊 就是慕容土晕魂 和嫡长子啊 慕容鬼 两个兄弟 他们俩也就是当时的 一时的豪杰 表面上虽然和睦 但是暗中两个人啊 却在斗争 最终慕容土晕魂啊 将首领的位置 就让给了他的弟弟 自己带着一千户 鲜卑慕容就出走阴山 又在阴山的南下 到了今天的青海 到孙子辈才以祖父 土育魂为其族民啊 从此啊 土育魂由人民 就转为了姓氏和族民 土育魂的族人 最擅长的是畜牧烟 他们养的是战马 非常的厉害 尤其是名马青海聪 成为千古称道的一个典范 然后直到唐朝啊 他们被这个土拨灭亡 所以九层妖塔 埋葬的是土育魂的族人 所以当时的土拨族人 就开始对啊 九层妖塔 有各种恐惧的心理 他是土育魂族人的 这个冤魂的报复他们 他的弟弟呢 也不负众望 在继承父亲的事业之后 进一步的占据了 汉人的山西 山东等地方 建立起了强大的燕国 但是在那个五湖乱华 乱世当中的弟弟啊 燕帝国子传的三代啊 就被敌族啊 斧坚灭国了 因此啊 复兴大燕 也就成为了慕容家族 世世代代的一个遗愿 一直到六百多年之后啊 北宋时代 天龙八部中 这个慕容妇就一直说 复兴大燕嘛 另一面青海的这个 慕容土玉弘一族啊 建立起来的土玉弘帝国 则一直生存到了唐代 他们最终被青海高原 崛起的土玻帝国歼灭 歼灭战之中啊 这个土玉弘贵族啊 誓死抵抗 只有一个唐朝的公主 就逃回了这个唐朝 请求复国 于是啊 唐朝就派遣了名将 薛仁贵率领的五万精锐 就进攻了土玻 结果唐朝兵败大飞川 从此啊 土玉帝国正式崛起 燃指西域 所以土玉弘正式灭亡 唐朝也不得不重新开始 在西域和吐蕃争霸 由于土玉弘贵族战死 土玉弘帝国又销毁了 大量的土玉弘的各种档案 所以我们今天对土玉弘 就是知之甚少 甚至连他们赖一称霸的 丝绸之路的青海线 都视为是一个传说 而这座古墓被发现了 就让我们进一步 就清晰了土玉弘的悲情故事 而这个雪威一号大墓 就是他们亡灵的所在地 那么在这个土玉弘贵族 他们战死之前 他们就留下了一条诅咒 我们慕容家的皇陵当中 还有阴兵妖魔无数 我们死后 你们但凡敢动 王陵分好 那么妖魔和阴兵 就必将报复于你们 估计这之后 慕容家族这条诅咒 就果然应验在了 这个吐蕃大军的身上 于是藏民们就世世代代 将这里就视为了所谣之处 都不敢挖掘 九层妖塔的凶名 也就流传了至今 但是在2017年的11月 九层妖塔就引来了一群摩金校尾 他们盗掘了古墓的一二层 近400余件文物 2018年的3月 盗墓团伙就被青海警方所摧毁 文物都悉处追回 于是这个国家就开始 对这个盗墓的2018 雪卫一号大墓进行抢救性的挖掘 所以在2018年 主墓室当时又发现了两具人骨 经过人骨专家的鉴定 就是一男一女 应该是墓的主人 而骨骼明显有这个骑马的特征 男性是5到60岁 女性是4岁左右 雪卫一号墓特别是棺床 他们还发现是很特别 一个棺床是1米9 一个棺床居然是3米1 难道当时他们的人是3米多高吗 而且是一国两棺 前所未见 根据推测呢 棺库外还有这个帷墓 因为现场有大量的串珠 流珠 蓝的白的黑的 就是相信这些珠子 曾经都是串在一块的 挂在那个墓室的周围的 日久之后这个线就断了 所以珠子散落就是到处都是 那么这些珠子到底是起着什么作用 难道就跟那个电影中所演的 《九层妖塔》中 是起各种机关的作用吗 那么说到墓室 与文献 墓座方形 其内有五殿 四方墓形 自此史 建神殿五座等 记载非常的相吻合 墓室结构 与灵内神殿 反映出了古人 誓死如是生的一个理念 墓室装修的很像宫殿 所以侍者 仿佛还能像深浅一样 就享受着各种荣华富贵 就证明了墓主人 身处于上层社会的一个地位 那么《九层妖塔》 我们至今只挖了两层 下面究竟还埋藏着 土玉魂的哪些秘密呢 那么大家相不相信 《九层妖塔》真实的存在呢 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与我们互动哦 别忘了订阅与关注 与哥与小唐的频道哦 拜拜 拜拜